记者现在所在位置是基隆市政府 市长谢国良今天举办市长访试基层的里长座谈会 包含中山、信义、暖暖三个行政区的里长齐聚一堂 一起了解民众的需求 画面上是市长访试基层的里长座谈会 市长谢国良在民政处长张燕翔 信义区长吴小慧 中山区长徐雅文跟暖暖区长陈如东的陪同夏 和里长们一边吃便当一边进行讨论交流 第一场是邀请暖暖区、信义区、中山区的里长进行座谈 三区的里长联谊会会长都亲自到场 市长也借此向里长们宣导近期的市政重点 感谢新市长有新做法 所以用餐时间是大家出联就好了 你讲话做你们吃得没事 像市长我们讲话他这样吃就是正常 就是用餐像是午餐餐会 市长刚刚有提到说以后这种我们双向对谈的那个活动会越来越频繁 那我在想说是不是可以一起一起办 大家会比较会有充分的时间 因为治安的关系 但也可以因为环境的关系 我们现在有这个民间的一般的功率的监视器的补助计划 那我相信大家都有听过但是没有跟大家深入的讨论 那我希望说可以跟大家讨论 在各位李林都认同的情况下在个理装在适合的地方 我们在10月1号我们的这个乱丢垃圾就会提升到3600 然后检举奖金75%我相信在座的里长都应该了解了嘛 那但是如何这个变成一个有效能够帮助在座的里长 其实环保局记政你知道吗 我们里长跟你一样都是环保局的 因为他们都是清洁队的 每一个里长都是清洁队的成员 但我们觉得这不是里长一定得飞坐 他们是为了要希望打扫这个家园干净 所以这个政策我想听听各位的意见 如何有效的来帮助我们基隆 让我们环境更好 我要跟各位报告 我们推出这个政策宣布以后的10天内 台北市就跟进了 台北市现在也宣布乱丢垃圾要拔3600 只是他们8月就实施 我是觉得这个动作比较大 所以我延到10月才实施 从中山一路 然后接中华路 文化路 然后到协河街或者是文明路 再通到外木山的一个滨海游乐区 这一整个路面都非常平整 以及路面品质很好 但是就导致很容易在晚上 尤其是例假日产生大量的噪音 第一点影响行车人的安全 以及睡眠 因此我建议是否能够提高 科技执法取地的次数跟地点 我希望跟里长有个深入的交谈 然后希望能够让里长的需求 跟代表里民的需求 然后市府可以服务到这些里长 进而服务到全市的里民跟市民 暖暖区信义区中山区各里里长们 把握与市长面对面的机会 反映里内的各项问题 也针对市府推动的政策互相交流 透过里长座谈会的举办 市府期盼和里长们攜手 共同提升基隆的市容环境和居住品质 记者黄志生 陈淑萍 李亮杰 基隆报导